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笑点 自然也有各自的苦点 有些人为家庭关系而哭泣 有些人为恋爱影视而哭泣 无论男女都会有流下眼泪的时候 你看电影时会哭吗 编辑不以日本全国1500名 20多岁60多岁的男女为对象 针对电影这一话题展开了调查 结果显示 有16.7%的男性与8.0%的女性 表示自己看电影时没有哭过 虽然有些人表示 我看电影时才不会哭呢 但大多数人在看电影时还是哭泣过 那么就让我们问一问女性们 一同去看电影的男性 突然嚎啕大哭 你会做何感想 男人的眼泪也很有魅力 对男人的眼泪是有好感的女性可不少 大学时期受过一个小男生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的直妖 她毫哭得比我还厉害 虽然对于小男生约会不太感冒 但是看得如此纯真的人 开始有点喜欢上了 20多岁女性高中时期 与一个喜欢的男生去看电影 我细说到这个电影可能会看哭哦 她回道 我看电影才不会哭 可是电影快到高潮的时候 身旁却突然传来了抽气声 本来就认为她是个不错的人 这下更喜欢她的为人了 20多岁女性哭过头可就不行了 另一方面 如果哭过了头 也会有人将你排除恋爱对象 老实哭的话 会让人感觉不可依靠 可能会排除恋爱对象 果然男性还是强势一点才好呢 20多岁女性频繁哭泣的话 就会令人嫌弃 最起码不要在别人面前哭泣 虽然我也是个爱哭鬼 但遇到比我还爱哭的人 就会避而远之 30多岁女性 我的男朋友在感动时 吵架时都会立马哭出声 虽然她也可能是情不自禁 但是在我哭完之后 她能不能也稍稍克制一下 20多岁女性看得男性流泪 有些人会认为这是性格优点